大家好,8月4日中美解放军 三军台湾海峡联合行动的第一天 根据新华社援引东部战区新发言失忆大效的话 8月4日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 对台本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 实施了多驱多型号长岛火力突袭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 这时中美解放军在实际军训中 第一次将驱拒止作为我军军语来描述 从晚间的新闻播放的视频和福建等地 群众拍摄的现场画面来看 火箭军部队多枚弹道导弹采用机动发射方式 占领预备阵地,展开侧地作业 赋予导弹射向 随后导弹直刺苍穹 划过中国南方湛蓝的天空 飞向遥远的台湾海峡 台湾以东扬面 从中美警方军火箭军部队实施的 此次常规导弹火力突袭行动来看 火箭军部队在反应速度准备时间 战场生存能力 火力投送效率和部队士气等方面 达到了极高水平 在反应速度上 火箭军各部在街道作战命令 文令而动 迅速完成战备等级转进 边内装备快速完成整备 在较短的时间内具有了完整的战斗力 体现出了我火箭军部队极高的战备水平 在准备时间上参演的火箭军 各部占领基本阵地后 迅速展开作业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发射准备工作 多枚导弹以较短的发射次序先后发射 并实现了首发命中 多发命中 全部达成预定目标 在战场生存方面 可以看到 部分火箭军部队在参演之前 已经在火箭军空道中待机 接定之后迅速开出空道发射 而为发射准备的基本真理 也已提前完成了大地测量 有明确坐标预设阵地 这二者都可以提高火箭军部队的战场生存能力 最后呢 我军火箭军部队试起来看 火箭军部队的战士精神饱满 杀气腾腾 因此呢 昨天火箭军部队实弹发射 可以说是一个侧面 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的战斗力 来了一次 从火箭军实弹发射的型号来看呢 新闻节目里公开的实弹 大多是火箭军部队上世纪90年代装备的 东风11东风15两型弹道导弹 只有一枚还是两枚 从外形上来看 是我军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6弹道导弹 实际上东风16并不算先进型号 在建国70周年阅兵式上出现的东风17高超音速飞行器 曾经在多次演训中成功命中海上目标 同样在建国6070周年阅兵式上出现过东风21CD型 东风26型全部没有出现在昨天的军事行动中 尤其是很多寄予厚望 是为我军最先进的战术导弹装备之一的 东风17高超音速飞行器 对这个问题呢 一方面啊 东风11东风15东风16三款弹道导弹 并不落后 但只要常规导弹呢 只要贯彻了模块化设计原则 它的技术改进是很好改进的 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推进段 其实呢就是一个 钢壳体 胶柱上固体燃料 只要保养的得当 放了几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战斗部 自动驾驶仪 INS设备等 其实呢都是非常容易替换的 比如把脚旧的沙豹战斗部换成子母弹战斗部 换成沁撤战斗部等 把老旧的简易 灌导设备换成环形激光陀螺 或者参考 参考球平台灌导等 只要导弹内部有空间就可以换 一旦换完之后 这个导弹的性能可能就会脱胎换骨的提高 看着是老旧型号导弹 其实呢内部已经是一枚新的导弹 从东风-11 东风-15 这两款弹道导弹的研发历程来看 从上世纪90年代 装备部队后 一直在实施技术状态改进 比如在0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 第二炮兵方队就首次亮相了 经过技术改进的东风-11A短程弹道导弹 相比早期的东风-11基本型 东风-11A射程 即打击精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同在09年的国庆阅兵 东风-15也展出了它的技术改进型 东风-15B型 相比早期的东风-15A 东风-15B除了射程有一定延伸 尤其在精度方面 有了巨大的提高 乃是具备了一定的精打能力 成不了我军当时打击精度最高的短程弹道导弹 一方面呢 从部队战备和日常演训角度来看 性能先进 但是攒位形成战斗力的装备 在实战中的表现 说不定不如性能尚可 但是战斗力已经完成 可以大量使用 放手使用的装备 俄罗斯陆军呢 在过去四年一口气 攒出了1000多辆特7-2B-3B-3M 就是看中了这些装备的可靠性 在乌克兰的实战也证明了这点 对于火箭军来说啊 东风16弹道导弹 就是优秀的代表 所以我军装备的新一代短程 中短程弹道导弹 东风16型弹道导弹的射程 突防能力 虽然不如先进的东风17高超音速 飞行器 但是它呢 胜就胜在性能可靠 你完全形成了战斗力 装备妥善率非常高 在战备等级转进时 可以迅速的进入战斗状态 需要应急作战时 可以拉出去就打 一打绝对是一个准 因此呢 东风16弹道导弹的独特优势 也是此次联合火力突击主要的因素 同时呢 任何战术战略导弹 其实每年都有一个正常的 抽减发射程序 比如美军装备的LGM-30G 民兵3洲际弹道弹 除了在三个航天连队发射井内 处于部署状态的350枚 其实在仓库里还有30来枚 那在这些仓库里的导弹 分别属于民兵3的不同制造批次 每年美军都会从这储存的导弹里 抽出几枚进行抽减发射 来判断这一批4的民兵3导弹技术状态 是否可用 对于我们来说呢 装备东风-11、东风-15战术导弹 其实是一样的 每年都有正常的抽减发射 对于这批这两款老旧的导弹来说 每年的抽减发射次数也只会更多 因此昨天我军台湾本岛和以东海域 长岛联合火力突袭 正好趁此机会把今年抽减发射一次做了 可谓一举两个 最后一方面大概政治上的因素考虑 比如很多人想到的东风-21CD、东风-26 甚至东风-31试射 这种试射活动说白了 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根本用不上 你说台湾岛上有什么目标值得 东风-21CD、东风-26去打 这些中程弹道导弹、反舰导弹 都是给美军航母 强大的关导安德森基地 或者横须克基地的战略海军基地准备的 既然我们的联合火力突袭范围 是为了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嚣张气焰 演讯的范围限定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 以东扬面 那么没有太大的必要 用上中导去打 用短程弹导弹就完全够了 我们目前对于台湾地区的行动策略 其实还是跟以前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确定一个战略底线 在战略底线之上维持一定的战略模糊政策 但是这种战略模糊 我们将通过综合性的措施 慢慢将战略模糊化 模糊清晰化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台海方向 可能会选择逐步加码的方式 慢慢对台湾本岛上一小撮台独分裂分子施加压力 而反应到此次联合行动上就会体现出 我们在打击强度可选择的打击兵器 打击手段上都留有比较大的余地 比如使用火箭军武器装备 仅仅是比较老旧的东风11、东风15 打击数量、导弹打击数量也都比较有限 这样就给我们后续进一步提高打击强度 留足了空间 这就好比打牌 我们现在已经进不到了几乎出对子和出小炸的阶段 未来什么时候真的出小炸、中炸乃至王炸 都是可以预见的